今天要分享的是 2018另類的超級英雄套組 然後這一組一樣是本人在 樂高活動現場直接購買的啦 原價是 1199 現場購買價 1199在打8折啦 算還蠻划算的 所以本人就買了 然後這一組是 超人特攻隊2的套組 這組的出現的角色是 彈力女超人跟 影幕魔人跟個人覺得還蠻帥的 那個摩托車 跟一個停機屏 就直接分享給大家看 商品組裝其實蠻快的 可能不到20分鐘吧 然後說明書其實還蠻厚 但其實因為它 這是所謂的樂高初學者系列 所以它其實把零件分得 我個人覺得分得太細了 所以相較之下反而組裝起來 比較快一點 人偶的部分有兩個啦 彈力女超人部分 如果你是為了要收集彈力女 他們的超人特攻隊一家人的話 其實這一組我個人建議可以不用買 因為它其實附的彈力女超人是這個樣子 是手臂是可以 是長型手臂這一組啦 不是說不好看 可是就是 如果只是單純為了 收集家人好擺在一起的話 個人會建議你不要買這一組 但是如果像我這種是 喜歡收集一套的朋友 我可能就可以考慮購買 然後這個是螢幕模仁 螢幕模仁是這樣子 就兩個個人覺得 個人是覺得這個造型還蠻帥的 可是它的能力其實我個人覺得 說它強是蠻強的 可是你說它弱其實 好像也蠻弱的 就是一個 很極致的一種 超能力啦 後面塗裝是這樣子 前面塗裝是這樣子 然後比較可惜它是單面的頭啊 它沒有雙面的頭 很可惜 然後頭盔拿掉是這樣子 然後它的真實身份 我不要爆雷好了 反正它就是螢幕 螢幕模仁 但如果想要知道它真實身份 其實可以去看一下啦 對 然後它附的東西其實是這一個 但本人並沒有把它折起來 一個 樂高品牌的手提電腦 是這樣子 它可以折起來變手提電腦 如果不折的話 就是直接當一般的電腦上拿著 不行 它要合起來才能從 直接拿 就看個人 然後神力女 不是神力女 為什麼把它講成神力女超人 另外這個是彈力女超人啊 彈力女超人的手臂 基本上就是這個部分 它是可以這樣子的 它是可以這樣子 伸縮 可以伸成另外一邊比較長這樣子 然後你也可以 讓它平均 只有身體是可以 移動的 然後是雙面頭 一個是好像在擺自信的臉 一個是在笑臉啦 然後頭髮我還蠻喜歡這個頭髮就是 然後附的東西是一個類似 對講機還是遙控機的東西啊 這我不是很確定 沒辦法對焦欸 太小了嗎 這樣子 然後再介紹場景的部分啊 然後我發現好像應該是吧 所謂的樂高初學者系列 基本上都不會有貼紙 所以它 這樣子的話 反而有個好處就是 你像那個 它的這個 看板的部分 它是直接印製的 我還蠻喜歡的 然後像這個操控板的部分 也都是印製的 然後這個 直升機上的螺旋的圖案也是印製的 所以基本上你看到了 有特殊圖案的 這個 樂高初學者系列的話 基本上都是用印製的 個人還蠻喜歡這一點的啦 然後它直升機的特色就是 很好組裝啊 其實基本上你看到這個藍色 上面這個藍色這個部分 它是一體成型的一個零件啊 所以 還蠻適合初學者的 然後 底盤的這個 腳架部分也是一體成型啊 就分成兩個大零件這樣子 然後上面 其他部分就 所以組裝起來才會花大概十分鐘左右 所以真的蠻快的 後面是這樣子 然後這可以打開啊 側面這樣子 前面這樣子 個人是覺得 蠻微弱的一台直升機啊 然後 個人最喜歡當然就是這個 那個 彈力與超人的看板 個人非常喜歡這個 因為它 我一開始覺得它是直接給貼紙 但後來才發現它是直接用印製的 個人蠻喜歡的 然後下面這個場景 灰色這個是直接一體成型的啦 灰色這裡是一體成型的 然後這個風扇個人覺得可有可無 然後這個電波發射器就是這樣子啊 基本上場景的組裝 沒有太久 大概 佔了大概一兩分鐘而已 因為它真的場景並沒有很多啊 除了這裡 是一個挺機品的設計 其實場景真的最主要要講 就是只有這個看板 個人覺得很值得收藏啊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考慮啊 樂高初學者系列 10759 售價是1200啊 但網路售價應該可以找到 比在現場買8折更低的價錢